45岁林志玲嫁日本老公后风格突变,没有了优雅清纯。 说到台湾的第一美女,大家肯定会不约而同地想到林志玲。 林志玲不仅在台湾很受欢迎,在内地的人气也是非常高的,是不少宅男心目中的完美女神。 林志玲因为她那一口识别度极高的娃娃音,从而火遍全国,就是这么一位名气很高的女明星。 恋情却非常的单调,她真正承认过的恋情就只有严承煦一人,但就是这段令人祝福的爱情,最后还是以分手告终。 当时不少人为两人的分手而感到惋惜,都希望他们能够复合。 但是在今年的6月份,林志玲45岁这年宣布与日本男星黑泽良品结婚,还亲自撰写了一封手写信,字迹捐秀,情感真挚。